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台积电最新发表的2023财年审计报告, 全球知名的绘图处理单元GPU和人工智慧AI加速器制造商辉达已经上升为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报告显示,辉达向台积电的订单金额高达77.3亿美元,占据了其总收入的11%。 其实这一数据并不令人意外,鉴于辉达在近几年对AI GPU的高销售量, 这些产品不仅推动了公司业绩的增长,也对台积电的产能产生了压力,导致了供应瓶颈的出现。 尽管辉达的增长速度迅猛,但苹果依旧稳作台积电最大客户的宝座, 其在2023年为台积电贡献了175.2亿美元的营收,占比达到了25%。 此外,其他多家知名企业,如联发科、AMD、高通、博通、索尼及美满电子等, 也在本年度为台积电的财务增长做出了贡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辉达和苹果两家公司均实现了两位数的收入占比, 显示出它们在市场上的强大影响力。 AI年度大会会达GTC与美国西部时间3月下旬登场, 市场预估H200及B100将提前发表强势。 据了解,H200及新一代B100将分别采台积电4nm及3nm制程, H200将于第二季上市。 传闻B100采用chip-light设计架构,以下单头片。 法人指出,汇达订单强劲,台积电3nm、4nm产能几近满载, 手机营运,淡机不淡。 针对汇达新一代晶片订单, 占满台积电先进制程仪式。 台积电表示,产能制程仍依照上次法说会所书内容, 不再做进一步说明。 据报道,汇达Blackwell系列的B100被市场视为下一代汇达GPU利器, 除了首先采用台积电300m打造外, 更是第一款以chip-light及CoV-SL形式封装的挥达产品, 解决高耗电量与散热问题, 单卡效率及电晶体密度, 预估将超过AMD手机推出的MI300系列。 伺服器制造商戴尔透露了挥达即将推出的人工智慧, AI-GPU Blackwell, 这些晶片的功耗相当高, 比上一代晶片的功耗增加不少。 根据目前市场消息, 汇达B200叫当前H100产品, 虽然运算效能更为强大, 但是功耗也更为惊人, 预计最高达到1000W, 达H100增加40%以上, 需要戴尔利用其独创性工程来冷却这些GPU。 汇达的H200晶片, 因为采用Hopper架构, 搭配HBM3E高频宽记忆体, 被视为业界效能最强大的AI运算晶片。 而据预估, 因为B100晶片运算能力至少是H200的两倍, 也就是H100的四倍情况下, B200的运算效能将更加强大。 戴尔营运长Jeff Clark表示, 戴尔未配合B200伺服器GPU的推出, 届时也将提供旗舰级的Tower Edge XC9680机架伺服器。 Jeff Clark指出, 预计接下来的B200晶片将让戴尔展现旗舰级伺服器的工程技术, 尤其在液体冷却系统上。 但他表示, 采用Blackwell架构B100与B200最快要到2025年才会推出, 与先前预期推出的时间有所落差。 挥达H100基于台积电客制化4nm级工艺构件, 挥达的下一代, GPU很可能基于另一种效能增强的工艺构件, 预计将采用3nm工艺。 考虑到晶片消耗的功率以及所需的散热量, 有理由认为, 挥达的B100将成为公司的第一个双晶片设计AIGPU, 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表面积来处理产生的热量。 AMD和英特尔已经采用了具有多个晶片的GPU架构, 因此这将符合行业趋势。 当谈到高效能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HPC应用时, 需要考虑以FLOPs为单位衡量的效能, 以及实现这些FLOPs和冷却产生的热能所需的功耗。 对于软体开发人员来说, 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FLOPs。 对于硬体开发人员来说, 重要的是如何冷却产生这些FLOPs的晶片。 戴尔表示, 这就是其技术有望超越竞争对手的地方。 这也是戴尔谈论回答下一代Blackwell GPU的原因。 由于人工智慧, AI需求不减, 台积电先进制程也持续满载, 台积电二月产能利用率持续超过九成。 供应链表示, AI、高效能运算、HPC等应用一片晶圆能产出的晶片, 仅为消费产品的四分之一。 生产制造难度更高、更复杂。 台积电能达到稳定量产, 对晶片行业来说非常重要。 台积电目前, HPC AI应用平台占营收比重达43%, 以与智慧型手机齐屏。 为了应对先进制程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 台积电已经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该公司重新配置了龙坛厂的空间布局, 以扩大先进封装技术CoOS的产能。 此外,台积电还启动了竹南AP6厂区, 并计划将原定于下半年开工的铜锣厂, 提前至第二季度开始建设。 这些战略调整旨在确保到2027年上半年, 台积电能够具备每月生产11万片12英寸晶圆的3D Fabric产能, 以满足市场的旺盛需求。 此外,据供应链消息透露, 由于人工智慧、AI和高效能运算HPC应用的强劲需求推动,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技术一直保持着满载状态。 2月份,其产能利用率维持在90%以上。 考虑到,AI和HPC应用每片晶圆产出的晶片数量, 即为消费性产品的四分之一, 且生产过程更为复杂, 台积电的稳定量产能力对于晶片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 可以看出,台积电的先进工艺技术备受期待, 辉达与苹果都在密切关注并准备采纳其即将推出的新一代工艺。 当前形势表明, 随着这两家公司对台积电产品的持续需求, 台积电的营收有望继续攀升。 在全球供应链中, 辉达希望通过与三星晶圆代工和英特尔IFS的合作, 努力实现供应来源的多样化。 然而,从长期合作的角度来看, 辉达似乎更倾向于维持与台积电的合作关系。 这种策略表明, 辉达可能在台积电未来的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如果双方的合作关系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发展, 辉达甚至有可能在未来超越苹果, 成为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